这脑啥呢 你脑啥呢 下来了 这两天老肚血压高 今天这两天不高 我140多 我一天三种药去 是不是把那药改了 改了 又增加量了 就下来了 那能下来还行 挺好 上两天他出去办事 喝了一顿大酒 所以这血压就上来了 大家好 我呀今天刚吃晚饭 和大家聊聊天吧 今天晚上啊 又吃的酸菜 哥小鸡子炖的 是老杜做的 酸菜他不会切 我切好了 晚上他炖的酸菜 然后他把小鸡子那个油啊都撇住去了 我一吃就有点清淡花水的 那个鸡肉啊 那个鸡肉啊 他炖前搁的水太多了 所以就不是那么香 所以我就说 我说 今天这个菜不好吃 老杜就生气了 啊 你咋这么难吃哦呢 啊 不好吃 那是不是饭也不好吃啊 他说 大米饭做的是 没割五常大米 就割的普通大米 我说大米饭 确实是也没有那五常大米好吃 啊 就不愿意了 你可真难吃哦 你这吃饭这么挑战啊 你 哎呀 其实粉丝朋友吧 都告诉过我 说的 你这个老杜啊 你得顺毛妈说 得多表扬他 但是吧 我真的不是这样认为 因为他已经是成年人了 他又不是小孩 关键是 我稍不注意 那我就得犯不意啊 你说我不表扬他 他就生气 哎 这样的生活 生活是不是 你就是得 你时刻提醒着自己 千万别人生气啊 你是不是会很累 我就觉得那样的话 太累了 你在家里 你好吃就好吃 不好吃就不好吃 我当时我就说 我说其实这个 也不是个什么事 你为什么老丁 在这么小的事上 你就是这样生气呢 就气的不行了 他一生气 我马上也堵定 其实都不是什么 主要的事 我说这个 有必要生气吗 你说我在家里 是不是我想说啥就说啥呀 好吃就好吃 不好吃就不好吃 为什么我非得违心的说呢 我非 为什么非得违心的 就是啊 不好吃我也得说好吃呢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就这样发脾气 你就是说我还是不同意粉丝的那种观点 就是说哎呀 怕他发脾气 就成天哄着捧着他 不好吃也得说好吃 哎呀 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 这一点我还是不想改变的 希望他能改变 我跟他今天讲这个道理了 我说这个话反过来 你要是跟我说 我肯定不能生气 我就得说是吗 不好吃啊 那可能是割油割少的 称实就是说这 然后他所有的他干过的事 只要是他做了 他就得一个劲儿叨 他得好 你要是没说他得好 这说不好了 那就大发泪停 你说你真是没着 所以啊 我就现在活了 已经活了60岁了 我就是感觉 对这个人生啊 就是这个折偶啊 这个这方面呢 就是我谈一下 我自己的看法啊 就是第一个 就是要重视人品 第二个就是脾气 这个脾气啊 很重要 其他哪管是 什么长相啊 个头啊 这都不重要 这个脾气太重要 你找的爱人呢 是每时每刻 是你的伴侣 每时每刻生活在一起的 是不是 那都是要真实的表现的 你装是不行的 你装一会儿 那能装一时 能装一世吗 他装不了啊 所以他当他放下的时候 就表现出他真实的 他 其实钱财也不重要 都是身外之物 有多多花 有少少花 我和老布刚结婚的时候 其实是白手起家的 因为他没有父母 我呢也没有父亲 哥哥姐姐们一大帮 都有了家庭 我们俩都是家里最小的 所以成家的时候啊 几乎是一无所有 但是那也觉得 我也没觉得什么 你说整了一个纸盆箱子 把它糊糊 白进入呢 干净呢 是吧 他也挺好 只要你就是热爱生活 你调剂好生活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可逗了 然后他喜欢喝点酒 哎呀 我就是那种满腔热情啊 就觉得 然后他上班了 我就是 我那时候上天大嘛 就是半天上班 半天就给家 然后我就在家的时候 就把饭什么都做好了 菜也做好了 然后给他买了酒 那酒吧给他烫好了 然后都倒上 然后把那个录音机 放上音乐 然后趴着窗屋 瞅看看他回来没回来 然后到点 他一进屋就能吃上 后来有人说 说你这个老杜的脾气 都是让你给惯的 那真是 就是你吧 你这个人太热爱生活了 然后就想把这个 哎呀 别人也都打得特别好 就是让这个气氛能起来 就是他这个发脾气啊 就是慢慢的吧 也许就会改了 他能认识到这一点 他就改 但是我还是不能妥协 我不能因为这个妥协 因为这个妥协了 那我活得就太累了 是不是 我就好像在跟一个 不懂事的孩子在过日子 我得时刻怕他哭怕他闹 那多累啊 是不是 不能这样 那就太累了